第七章 克服平移关 第七章 克服平移关 如果把戒色比做一项运动 可以说是铁人三项 段义银是其中一个专项 警惕意识也是一个专项 如何控制移经也是一个专项 情绪管理也是一项 养生意识也是一项 学习意识也是一项 准确地说 应该是戒色六项 就像学生党的重考和高考一样 并不是只考一个科目 是考好几个科目 比如3加2或者3 综合等 这六个戒色专项 可以概括为一个词 那就是 总觉悟 就像高考的总分一样 7.1 导致移经的原因39条 身体要更好地恢复 控制移经频率就显得异常重要了 很多戒友虽然在坚持戒色 但是平仪始终无法克服 结果就是漏垮了 记得有位戒友 戒色大半年 但是他平仪漏了大半年 以前还没有经锁 漏了大半年 然后再去医院检查就有经锁了 中医 九疑八脉皆伤 平仪是非常伤身体的 很不利于身体的恢复 平仪也很容易出现症状的反复或者加重 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移经频率 控移是可以单独分开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 戒友奥斯汀就在专攻贫移问题 我曾经也被贫移问题所困扰过 刚开始戒色 我并没有出现移经问题 因为以前透支过重 所以戒了很久才恢复正常的移经频率 有的戒友因为从发育期就开始撸管 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移经 他根本就不知道移经是什么情况 还有的戒友体质虚弱 在撸管的同时也会出现移经困扰 简直就是双重摧残 双腹伐木 没多久身体就吃不消了 症状百出 我那时为了控制移经频率 也费了不少功夫 天天在网上查资料 查了几百页的资料 我那时研究的重点就是两个方面 一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移经 二 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移经 我那时有做移经记录 每月几号移经 几点移经 移经间隔 移经时的具体细节都有详细记录 然后我就研究是什么导致了移经 把可能的原因想出来 然后上网查 看看是否有案例和我一样的情况 然后就把一个个原因给找出来了 导致移经的原因很多 必须要学会避免这些移经诱因 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记载具体罗列一下 导致移经的因素如下 1. 白天一饮 2. 白天劳累 3. 喝酒 4. 吃肉太多 5. 吃补药 6. 趴着睡 7. 裸睡 8. 晒被子 9. 盖太厚太重 10. 睡前打坐 11. 内裤太紧 12. 顶着或者夹着被子 13. 爱酒不当 14. 打坐翼手下丹甜 15. 熬夜久坐 16. 睡前喝水太多 17. 运动过度 18. 生病 19. 肾亏无梦而宜 20. 饮食偏辣偏重 21. 紧张 包括梦魇 22. 紧压 包括趴睡 23. 生气 导致气血紊乱 24. 受粮 包括吃粮食 25. 按摩穴位不当 26. 饮食 严症导致的胰经 属于中医肾亏范畴 27. 海洋卧 有不少胰经的反应 28. 睡前泡脚 水过热 29. 憋尿 抑制胰经 30. 睡时使用电热毯 获取暖气 31. 睡前有过剧烈的运动 32. 包经包皮过长 33. 思虑过度 34. 回浓效 35. 失眠再睡 36. 大量出汗 37. 吃中药 特别是不对症 38. 长时间做足疗 39. 黑芝麻吃多了 这39条 其中很多都是我自己亲身体验 并且进行案例调查得出的结论 还有一些是根据借有的反馈 然后进行分析调查得出的结论 移经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也是因人而异的 比如两个人同样喝冷饮 可能一个回家就移经了 另外一个却没有出现移经 这就是体质和健康状况的差别 冷伤阳气 但有的人体质还行 还伤得起 所以没出现移经 但有的人体质较差 或者已经很虚损了 再一吃冷饮 马上就会出现移经 有的人吃很多肉都没事 但有的人肉吃多点 马上就会出现移经 还有的人临睡前热水泡脚 就会出现移经 但有的人怎么烫脚都没事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事实就是 每年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可能去年你热水泡脚不移经 但今年就可能会出现移经 去年你运动一下午都不会移经 今年可能稍微运动多点 就会出现移经 另外移经和季节 也是密切相关的 很多人在春夏移经很少 到了秋冬移经就开始频繁了 很多人刚开始戒色 基本很少移经 但戒到一定程度 就会出现频繁移经 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扰 我们要更好的恢复 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移经频率 如果一年12个月 每个月的移经频率都少而稳定 这对于恢复是很有利的 我罗列的这些导致移经的因素 很多借有可能看的印象不深刻 只有当移经发生后 才可能会加深印象 下次才能真正做到避免 7.2 移经的大致分类 移经一般分二类 1.生理性移经 2.病理性移经 一般1月3次以内算正常 还有的文章说3次左右 如果你一月达到6次8次了 或者连续几天都移经 那就不正常了 属于病理性移经 如果能把移经频率控制在15天一次 或者20天一次 已经可以算成功了 如果想更好的恢复 最好能控制在1月以上一次移经 毕竟很多借有的身体透支多年 出现了巨大亏空 一次移经都伤不起了 一次移经就可能让他难受 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这里再说说经满自义 如果严格地说 是不存在经满自义的 原运动的古中医学里面就讲到 不存在经满自义一说 之所以有经满自义 其实是对凡夫说的 凡夫色心移动 原经其化为灼经 修行高人 是可以突破移经障碍的 而我们生在红尘俗时 诱惑太多 要真正做到无漏 难度是很高的 一方面你修心要做到位 另外就是要有明师传授方法 有的借友会觉得灼精不好 其实灼精是很有营养的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并不是垃圾 所以灼精也不可随便泄漏 对于灼精我们也要学会爱惜 借色把里大多数的借友都会 遇见一经的困扰 也许你现在没遇见 明年就遇见了 一经后的心理调户也异常重要 很多人在一经后都会出现破戒 因为一经后容易出现思想动摇 也容易出现不良情绪 所以一经后是破戒的一个高发期 我们在一经后一定要注意调整心态 正确看待一经 并且保持高度警惕 做好情绪管理 这样就能平安度过一经后的那段时间 中医一般把病理一经分以下五类 西医则归因于炎症表现 如前列腺炎等 一心肾不交情 表现梦中一经 头晕 倦怠无力 此为心火抗城 水亏火旺 扰动精士所致 二 肾气不过行 表现滑精频繁 面色少滑 胃寒之冷 此为病酒不欲 阳精内核 气失所设 精官不顾 三 肾因窥虚形 表现味一经 头昏目眩 耳鸣腰酸 失眠到汗 此为防事过度 好伤肾因 干扰精士 致使疯藏失职 四 肝火偏忘形 表现味梦中一经 烦躁易怒 凶血不适 口苦厌干 此为肝火旺盛 火扰精士所致 五 失热下注行 表现味一经频繁 或在弹尿时 精液外流 口苦或渴 此为失热下注 扰动精士 古人认为 一经不离肾病 但亦当则之于心君 明代一家 代原理在政治备药 一经篇中说 有用心过度 心不赦慎 以至失经者 有因思色欲不随 经色失畏 经液而出者 实至清代 对一经指出 有梦为心病 无梦为肾病 梦之仪者 为之梦仪 不梦而仪者 为之华经 又将一经分为梦仪和华经 后世一加多言用至今 很多借友最后都疑怕了 甚至害怕睡觉 而有的借友则是经常华经 这类借友应该去找个好中医 调理一下 药物调理也是控制 移经频率的一个有效途径 被贫移深深困扰的借友 应该积极尝试药物治疗 特别要找一个好中医 现在用医多 开的很多药毒不对症 吃下去反而会加重一惊 记得有借友吃了中药后 两天一惊四四 像泄了气的皮球 另外 很多借友喜欢自己找药吃 或者听某某人推荐吃哪种药 他就去买来吃 这样吃药很可能不对症 因为适合别人的药 不一定适合你 比如有借友 听说吃吃白地黄碗好 就去买来吃 结果反而加重了乙精 所以 有乙精困扰的借友 如果你想吃药 最好去看中医 具体诊断后再对症下药 这样稳妥协 中医讲究辩证治疗 不是说乙精吃一种药 就全部管用的 吃得不对 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有的借友吃金锁 顾金丸效果不错 因为比较对症 但有的借友就不适合吃了 要看具体病情才能开药 还有的借友是吃了封嘴 单控制的乙精频率 7.3 控制乙精频率的方法 下面我推荐几种控制乙精频率的方法 1. 顾慎功 2. 睡姿吉祥卧 3. 缩钢功 4. 仰卧起坐或者仰卧举腿 5. 铁板桥 6. 战装 顾慎功就不多说了 这个功法脱胎于八段井里的双手攀足顾慎腰 我把它单独提出来 加快了动作节奏 曾经还拍过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把顾慎功做到位 感觉找对 是可以做到有效减少乙精频率的 当然 杜绝其他导致乙精的各类因素也很重要 特别是我上面罗列的各种因素 记得有个借友员来一月梦一八次 坚持做顾慎功 就减少为一月一次 他一下又恢复了活力和自信 底气又回来了 睡姿吉祥卧也是非常重要的 顾慎功加吉祥卧 就相当于双保险了 我看到有借友在推荐婴儿卧 其实婴儿卧和吉祥卧类似 只不过吉祥卧是右侧 并且对手的位置有要求 吉祥卧刚开始容易产生不适应 一个是手垫着不舒服 还有就是腿一直弯曲憋得慌 我刚开始也是感觉不适应 坚持一个月 慢慢就适应了 现在我睡吉祥卧已经很舒服了 关于吉祥卧的原理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吉祥卧很好 但真正知道背后原理的人却不多 吉祥卧是把人体折叠 这样一折叠就相当于关闭了下漏的通道 我打个比方 大家就理解了 好比一根吸管 你在上面灌水 如果吸管下面成折叠状 水就不易漏湿 具体折叠的角度 我推荐小于或者等于90度 如果是135度 那还是很容易漏湿 我自己睡觉一般都90度 小于90度也很好 但难度有点大 不容易做到 古大德都很重视吉祥卧 很多都曾苦练过吉祥卧 甚至把自己绑着定型入睡 他们能克服一金关 和吉祥卧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般坚持吉祥卧一个月 就能慢慢适应了 刚开始肯定会感觉到不大舒服 有了古肾弓和吉祥卧着双保险 再加上避免其他导致移经的各类诱发因素 控制移经频率就有把握了 控制移经频率的功法很多 网上应该不下十种 我自己是下来的最好的动弓 就是古肾弓 当然吉祥卧也很好 不过是属于睡姿进攻 另外 缩钢弓大家也可以练练 仰卧起坐和仰卧举腿 也可以起到固肾腰的作用 铁板桥不少借由反应也不错 但贵在坚持 战装也是可以有效减少移经频率的 有借有反馈通过战装 它大大减少了移经频率 最后总结 我把自己控制移经的心得和大家分享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示和帮助 贫移关过了 恢复才有望 否则这样贫移 直接可以把一个人漏垮掉 漏出一身的病 当你有了一个少而稳定的移经频率后 再加上养生之功 身体就会进入恢复的正循环 阳光 自信 底气会重新回到你的身上 人就像一只皮球 是由精气冲起来的 精气泄掉了 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无精打采 维米不振 面容猥琐 甚至面带鬼气 当你重新把精气充足后 那种感觉真的就如猛虎出笼 不怒自威 眼睛有神采 精力旺盛 有很强的自信和底气 不再惧怕任何事物 充满干劲 希望大家都能找回这种积极向上的身心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